來我們現在直接講供應鏈 講話你等一下 3月12號叫一次 3月16號叫一次 3月23號叫一次 這是原本的新聞消息 說總共叫了三次 然後說一次20包 只有用包也不知道什麼包 然後昨天我看到有人寫台經 然後也有人寫公經 反正就是隨便大家都隨便亂寫 隨便亂講 這資訊大混亂 OK 各位20公斤的果條很可怕 20公斤果條 可以做 哇 可能可以做100人份 那我這搞不懂 你叫那麼多果條幹嘛 因為他12號到16號對不對 各叫一次20公斤 如果照你們這個講法 然後你知道他17 18 19 做出來的他出餐的份數 大概20 30份而已 所以顯然12號的都用不完啊 各位你聽得懂嗎 他12號叫的果條 如果是叫了20包 結果他17 18 19 出餐大概只出了20份 那19號就中了嘛 所以是12號的果條 放到了19號過期 還是說12號之前更早一波的放到19號 不知道 因為他16號又再叫了一包 然後20號當天的沒有問題 很奇怪啊 這怎麼樣說不容啊 然後昨天有個最新資訊說他21號 又再叫一次 但不對啊 21號叫跟20號沒有關係啊 就是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20號沒有人中毒 你懂嗎 而且到底他的果條的大小 他是把新的跟舊的混在一起用 還是說有過期的 還是說人為下毒的 因為現在資訊不明好不好 台晶是600克啊 對啊 台晶跟公斤不一樣啊 對啊 台灣都是用台晶叫 怎麼用公斤叫 送面都送台晶的啊 91筆消費紀錄 他17號到25號賣了68盤果條 但是他12號16號23號21號都有叫果條 而且這果條大概都是20包 我不知道一包是多少 但我跟你講我怎麼算都覺得很怪 因為你根本生意沒到那邊 來各位我講這個真點 他根本生意沒那麼好 然後叫了一大堆果條不知道幹嘛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20號的時候沒有人中毒 所以合理懷疑啦 合理懷疑啦 20號用的果條是新猜的啦 那19號用的是舊的啦 但舊的可能是12號之前的 我不知道 但是他明明我就講了啊 他總共這8天只做了68盤果條啊 理論上如果20包的話 68盤綽綽有餘啊 他為什麼要一直叫一堆新的 各位他為什麼要一直叫一堆新的 23號為什麼要再叫 所以有一種說法啦 就是他之前都用舊的過期果條來煮啦 所以才會米酵菌酸嘛 那等到發現這個出問題之後 才把舊的果條通通丟掉 然後把新的補上嘛 所以後來驗的都沒問題嘛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子啦 但我覺得這種說法還是有點問題啦 因為12號叫16號叫 21號叫那為什麼是20號沒問題 你應該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21號沒問題啊 就拆新的來用啊 21號就一堆人還中啊 16號叫新的果條對不對 那為什麼19號會出問題 說不通啦 好不好 就是說這當中還有很多 懸而未決的謎團 不過目前比較有可能發展 就是他們用到過期的 但是好你如果用到過期的果條對不對 但這時候問題3就出現了 那請問一下哪裡來的唐昌浦伯克斯菌 還是野毒亞型 唐昌浦伯克斯菌野毒亞型 才會產生出米酵菌酸 台灣以前沒有這種東西啊 還是他從指甲裡面 從越南帶來的 那越南也沒有唐昌浦伯克斯菌 米酵菌酸啊 對不對 所以各位啊 我們現在確定了 廚房有米酵菌酸 廚室的時候有米酵菌酸 受害者身上有米酵菌酸 這時候只要檢調做一件事情 就真相大白了 調監視器 除非他們把監視器刪掉 然後問人證 而且我跟你講 驗出來這個有幫助喔為什麼 原本這些犯人都會死鴨子嘴硬喔 說我沒有我不知道 我沒有老闆叫我做的 我跟你講喔 檢調只要講 忽信廚師 從十招來喔 不然我以殺人罪辦你喔 你的手驗出來毒物囉 你的手驗出來凶器喔 他就會交代了嘛 老班都叫我們說把這個本國條 拿這個舊的拿來組啊 好之類的不知道 反正從十招來 問的也好 攝影機也好 我跟你講 因為各位 只要找出證物喔 就會有破口 大家就會開始互相傷害 這些人就會開始狗咬狗 一開始還會串供 現在就會狗咬狗 那我跟你講 你喔 如果已經做了壞事情 第一次這樣還想逃 還想狡辯 還想狡辯 還想說謊 還想串供 等到事後東窗事發喔 你若不從十招來 罪加一等 好不好 我跟你講 他們如果刻意滅政喔 刻意創供喔 這不用業務過世致死啊 直接殺人罪送辦了 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看 以CityLink內不見稀查的結果 總共15家業者 一家衛生環境缺失 所以這個結果 也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另外我們持續在 在追蹤相關 醬料包 以醬料相關的溯源 所以 目前 我們查到 八家業者 那三阿在台北市 包括醬油 白木耳 香菇素蠔有吉 粉捲粉 昨天 醬油跟粉捲粉 調查中 那目前 醬油因為工廠 位於雲林縣 那雲林縣衛生局 查製的過程 認為都一切符合規定 那粉捲粉部分 由於是越南進口 原方刀出售 那下游業者總共有13家 那一家在台北市 我們客政集查當中 另外12家在外縣市 已經已請手下衛生局協助調查 所以醬油也在查了 另外 對於目前 有五位在加護病房 五位在加護病房 那一位 他不在台北市 但目前是在台南接受治療 這五位 患者 其實他們相關的醫療費用 特別家屬很關心的 也就是目前所採取洗肝的部分 為請社會局 對啊我在這邊直接講了啦 把台北市警察局 第一件數 把這四個人都壓了啦 驗出讀數就可以壓人了啦 不用等了啦 全部壓起來啦 我講正經的啦 可以壓了啦 好不好 即刻的來召集會議 那我們目前是相關 包括洗肝費用的 醫療費用部分 特別是政府 會給予全力的協助跟支付 好的 接下來我請 衛生局成員局長 來說明相關各樣的詳細情形 這跟這個此次的事件比較關係性很小 所以把它排除了 那我們當然 我不要聽歌啊 我要看那個 我要看證據 如果 好啦謝謝 你頭髮我知道墊的很Q 謝謝 15加零業的總共 Cdlink我不在乎好不好 這誰 找那個衛生局還有實驗室這邊來提供 那另一部分就是 有關於醫療費的部分 剛剛講 他在講善後處理的部分啊 就到A13保齡 現場去機場 哎唷這個重啊這個重啊 蘇陪發尿說 保王必勝的那個麥克風也壓起來啦 不要讓他再唱了啦 每天都在唱歌 下午 24號 機場 而且也是同時去採集相關的機證 生物機證 這個機證樣本包含環境機證 以及生物機證 所以 我們採證的包括 兩個刀具 一個砧板 以及守護的生物機證 所以當我們採集這些樣本之後 那也當 台大法醫所取得了標準品 我們即刻跟台大法醫所聯繫 主動請台大法醫所協助 就這幾項 我剛好有發現一個大問題耶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會拖到現在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衛福部 有拿標準品 結果標準品他們手上沒有 他們沒有米酵菌酸 然後說要等七天 等七天都回家了啦 還說要等兩個禮拜要從國外叫 然後結果我們天才的衛福部 說先從人開始驗 然後再從什麼開始驗 由他們來做決定 所以台北市政府沒有拿到米酵菌酸的標準品 當然台大法醫所也有 但是他們是一直到了這幾波 好不容易到今天才可以去驗他們的生物機證 所以如果台灣 如果我們的衛福部有點盡責 有準備好足夠的標準品 大家早就可以去檢驗 台北市政府早就可以驗出米酵菌酸了 不用拖到今天4月2號 昨天晚上才驗出來 4月1號才驗出來 愚人節才驗出來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比對 要等先驗大體再驗病患 因為衛福部講的 然後再驗他的那個薩克斯風 跟他的麥克風 所以拖到今天才能公佈啊 我給你再聽一次 取得了標準品 我們即刻跟台大法醫所聯繫 主動請台大法醫所協助 就這幾下台 你看聽他怎麼講 取得了標準品 以及守護的生物機證 所以當我們採集這些樣本之後 那也當台大法醫所取得了標準品 我們即刻跟台大法醫所聯繫 主動請台大法醫所協助 就這幾項採集的機證進行檢驗 所以昨天大家也看到 翁所長也來到現場 來提供專業的意見 那當天昨天記者會後 我也再次的拜託 法醫所能夠盡快的協助我們檢驗 將結果 各位所以你看啊 而且標準品第一時間是 帳到基督教醫院才有啊 衛福部也沒有啊 啊就是因為沒有東西可以驗 拖到現在 還是你要怪台北市政府 你要說台北市衛生局沒有標準品 撞到這爛套了 嚇死人 死兩個人 標準品然後拓拓拉拉 欸你聽得懂講話這句話嗎 代表這件事情早就可以驗出來 這網八蛋 能夠盡快讓民眾安心 當然最重要的前提 要能夠解釋得精確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再次的表達 對於台大法醫所全力協助 也要是這麼快提供檢驗的結果 表示感謝 所以昨天晚間 當我們獲知 台大法醫所檢驗出來的結果 發現採集的各項激震有呈現 陽性的反應 激震當中有呈現陽性的反應 所以昨天晚上一獲知 即刻我們趕快聯繫檢方 通知檢方這個訊息 那另一方面我也趕快打電話給 給張局長 讓警察局也掌握這個訊息 今天上午我們請衛生局 再次正式公文 送交台北地檢署 請警察局送地檢署 來全力配合檢方 後續偵辦的作為 那當然我們也趕快 請台大法醫所能夠將檢驗的結果 相關書面紙本報告提供給我們 然後一併送交交官 那希望能夠盡快地採取各項偵辦座 所以3月24號我們到現場 就即刻採取環境及生物急診 所以現在已經很明確 包括法務局長所說 大家很關心後續因果關係 以及責任的歸屬 我要再次強調 在這件事情上面 保齡你的責任跑不掉 所以能夠串連起 現在A13保齡 以及患者之間的關聯 就是我們3月24號第一時間 去現場所採集的急診 對嘛 所以你看講完get到我的point了嘛 我一直在講 這件事情沒有台北市政府 如果在3月20號做這個動作 查出這個證據 我跟你講就懸案了 就沒有人會被逮的 保人就跑了 你現在檢調我拜託你把人給我壓了 你不要給我說等一下找不到人 然後都坐筒子跑了 那北檢 算了難得慢 事情 我們特別在今天記者會一到早上 趕快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昨天我們 我是23號 20號 決報告 好 東星加油 市長我這邊有三個問題想要提問 就是有關於生物環境的急診部分 然後你剛才有提到 那有刀、砧板跟現場的人員的採樣 那這三項是都有被驗到嗎 還是其中有一項就有被驗到 對這都有驗到 那判斷用完的果粉是元兇 所以可以朝了解 烹調跟儲存的過程中 有無異常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是朝 烹調跟儲存的過程中 確定有這樣異常的狀況嗎 第三個就是 如果是烹煮層次來看的話 除之烹煮非新鮮的果條 不知存放多少的這個過期品 然後會冷藏的存放 那有關於冷藏存放這件事情 我們在採這個生物急診的時候 是不是有包含驗到說 在這個冰箱或是冷藏的部分 有驗到就是米酵醇酸 這三個問題麻煩 第一時間所採集的急診 包括生物跟環境 兩個刀具、砧本、砧板 還有首部的生物急診 那我們都一併送 才到實驗室檢查 那我們也即刻將 檢查結果告知檢方 那也提供署免 以及將報告會檢付 送到檢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配合檢方的偵辦 相關的訊息 檢方以及警方來掌握 所以目前可以跟各位報告的 是在這機震當中 有驗出陽性的反應 這才對的嘛 偵查不公開嘛 那像你王必勝跟二百五一樣 在那邊 啊那國家有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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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講話是律師啊 他知道偵查不公開啦 因為先前被王必勝在那邊到處亂講 都已經被人家毀屍滅跡滅陣了嘛 我跟各位講啦 衛福部就故意讓這些人 有機會去串控滅陣啦 每天照三餐公布啦 這根本違反偵查不公開嘛 我是不是有早講過 我是不是有講過 你去調之前的畫面 我早就講過這件事情 我說你不能這樣到處亂放 因為我違反偵查不公開 到時候這些犯人會去滅陣 會去串控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壓他們嘛 所以你看講話故意不講嘛 講了之後就影響警方犯案嘛 警方犯案嘛 就只有那個二百五每天 只會薩克斯風的王必勝在那邊 到處亂講嘛 那他為什麼要到處亂講 我現在合理懷疑喔 王必勝從不到底就希望這件案子 查不出來害死講話案 所以他才會一直亂噴亂講 他從不到底就希望這個案子翻不成 結果還好台北是這麼自救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先啟泳 只想試して 又弄成 五零月 試探